Hello 小伙伴 大家好 我是大冰块 只有这里才有大标车最全的拆车视频 我们快来了解一下 Hello 小伙伴 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期的大标车 我是薛定峰 当然也是指挥说中海的大冰块 那么今儿呢继续这辆日产蓝鸟 最后一期也是前后门内防射梁和甲犬那样事 当然了我百分之百可以确定 这辆车跟之前的Blueboard的蓝鸟完全分线怪都没有 它更多是跟日产轩逸的确是更像一些 与其说轩逸不能说跟起程D60会更像一些 当然我们前两集也是聊了蛮多的 如果说没有看小伙伴还是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布农号大标车 好 现在先跟大家去分一下门 当然这个车我们在拆的时候也跟大家去聊了 这车真的挺好拆的 所以说还是有一些东西要分享给大家 首先先看一下它的门的内饰板 归于一个比较大的面积 但是这个真的倍儿薄 我发现日产所有的这种吸引棉都是一个优良的传统 小片真的特别薄 这个车的门我们在拆的时候 它仅仅是只有一颗螺丝 仅仅就是只有一颗螺丝 在印象中是用的螺丝是最少的一个 但就意味着在装配的过程中 它会更省时间以及更省材料 只有一个螺丝 而且大家会看就是为什么有些车上面的螺丝是比较多的呢 当时它的确就是想把这个车装的比较结实 例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的门把手是需要有一个螺丝的 比如说这辆车 它的门把手是在这边 其中唯一一颗螺丝就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说在门把手这一块 它不会让你觉得这个门板是不结实 因为它和这个是用一个螺丝去相连的 以至于这个拉手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我们绝大部分的车是和这个门板相连的 但是和门板相连以后 就意味着需要一颗螺丝跟这个去固定 一颗螺丝或者两颗螺丝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用了一颗螺丝 让这个把手和这个门去固定了 而且它是通过这种卡扣的方式 让这一个部分和这个门板 形成了一个非常坚硬的一个连接点 就是说能够用一颗螺丝就能够干好 这个人家可能用五颗螺丝 或者用更多螺丝去完成的事 但是说对于这种所谓的家用车来说 我觉得还是OK的 就说从设计之初 对于日系厂商来说 他就在想我能用一颗螺丝干的事 我绝对不用两颗螺丝 前提是能够干好 在都OK的情况下 我能用一颗螺丝 我绝不用两颗螺丝 但是人家的讲话本事 人家的本事就是什么 人家知道用什么方法 用什么巧妙的结构和巧妙的设计 而去弥补那些没有螺丝 所带来的一些问题 我会觉得这个是人家的聪明之处 但是会引发另外一个问题 就说如果是豪华车的话 比如说咱们不是说指名道线 不是说是雷克萨斯 不是说阿Q 不是说是别的一些车型 就相对来如果是豪华车的话 还是用这种形式的话 就会给人内心的有一种不值的感觉 当然这也是我们所谓的评分体系 需要阐明的一些观点 还是不得不说 对于日系厂商的设计师而言 他们从一开始就在用这种方法去省材料 是因为对于日本而言 他们真的是一个资源非常匮乏的这样一个地区 不像说我们之前拆的美国车 说这里边真是加油矿 甭管什么车 倍儿大的铝合金防水粮 当然说铝合金防水粮是好的确是好 因为必定要多将近三分之一的吸能的作用 但是人家觉得什么 你铝合金贵点贵点就贵点吧 我们有的是矿真不在乎 然后框框框的真的什么车都是铝合金的 所以这个也是配法 就是加油矿这没招 好那么还是回到门本身 跟大家去说一下 首先这辆车是一个焊接门 然后门脚链是冲压式的 这都是非常标准的日系范 就是日系的这种做法 防水粮 大家看到了 还是很明显的 是一个圆管的 然后它的角度是这样的 倍儿平倍儿平倍儿平一个角度 然后有一道加强筋 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这块也是看见了 就是随手抹 随手抹跟后面的东西是一样的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防潮膜 而且胶还是比较好的 还说要看你的撕的方式 如果说有小伙伴想去粘一些东西的话 你想撕的话 我教你一个窍门 比如说我现在把它给粘好了 你要撕的话 你千万不要慢慢的撕 当时我现在已经都撕开了 可能会有一些缝隙 你不要慢慢的撕 慢慢的撕 它就会做得特别黏 你要撕的话就是快速的 就这样快速的几下 就还是能够撕的比较干净的 好 这个是给动手小伙伴的一个小小提醒 好 那前面就跟大家去聊到这 那不是一个全壁风筒门 所以说你也压根就找不到 相应的所谓气压式传感器这种东西 但是侧面的侧气帘也还是有的 相对而言 这种是比较老的一种方式 就是气压式的话 它对整车的气囊的这种激发 还是有更优化的这种方式 好 那前面就跟大家聊到这 现在去后面看一下 看看后面是什么样的 好 那么现在来到后面 也是跟大家简单的去说一下 那首先就是它的后门的心灵 就是我们按小算了 薄的还是一样薄 但是大小的就没有前面大了 这是这样一个状态 那也是再说一句 就是前两天我们拆了一个什么车了 对不起 那车型我还真忘了 就是这边露了特别大的一块金属 就会觉得特别的奇怪 特别的碍眼 那这辆车你会看到 就是说它的造型会把这块挡得比较一眼 虽然说这边在里面的做的感受 是会比较压抑的 但是起码说从视觉角度上买来说会好一些 简单出现门 门跟前面一样 也是焊接焊接焊接 几个焊接点 然后冲压式冲压式上下都是冲压的那种方式 也是比较日系的 但在撕这门之前 我们在拆的时候发现一个小问题 说这边一个胶怎么迷路了 跑偏了呢 就是说是不是这个就是这么设计的呢 说是不是为了要粘这里边的 大名块就是不信这个鞋 所以说我们刚才把那边的门也给拆了 要证明这一点 结果发现那边的门跟这边的门还真的是不一样 当然呢 对于这个焊来说 理论上来说 这边结束 这边开始 它们不会有这种重叠的存在 但是那边已经有这种重叠了 也就是说它会多出这一块 但是不同的是 那边它是在里边的 但是这个是就在外边了 我就问呢 你的品控在哪里 你的这个生产规则在哪里 难道就这么的随意吗 不是 就是这个你随手抹啊 随手抹 我可能就是能忍 因为都是人工干的活嘛 可能这个随意性比较大啊 这个东西啊 就是非常明显 应该是机器做的工作啊 继续去打的胶 然后呢 巴给贴上这种感觉 怎么能够出现这种情况 我觉得一个机械化的生产 一个工业化的生产 是绝对不能出现这种情况的 我真觉得啊 就这个细节处理真的实在是太差了 真的有失这种所谓的日本的这种工匠精神 我刚才说呢 我不知道日本本土的是不是也这样 起码说这台东风日产蓝鸟啊 东风日产蓝鸟 真是啊 服了服了 真是服了 就是真的 就这种情况下 是我们拆过这么多车 从来没有见过 会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差错 好吧 还是跟大家去说一下 这个门里面那种事啊 所以说现在跟大家去看看 这个膜怎么撕 如果说你是轻轻撕的话 你可以看啊 它就会越撕越大 越撕越大 但是真正 就如果说你想把它比较利落的撕的话 那就是 就是比较快速的 就是先要把里面这一层给剔除掉 然后稍微快速一点了 OK 这个呢 因为刚才 没弄好 好 看就这样啊 就是稍微的 哇塞 稍微的快速一点 这块呢 是因为它这块胶打了有问题啊 所以说这个 这个只能 就这么着吧 这个还是真是挺那个 挺让我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啊 就是它的 这种的控制 怎么能控制这么差 好 这个膜还是撕开了 然后看看里面吧 非常明显 里面的这根防撞凉 需要比前面要细的多 需要比前面细的多 好 那也是刚才凉了 前面是35 那后面呢 是27 这个呢 真的跟我们之前的轩翼啊 也基本上是一样的 因为轩翼呢 也是前面粗 后面细 好 这就是前后防上梁的部分啊 就是前面真的 就是感觉要细好多 然后加强筋也还是有一根的 然后指针板呢 是一种理清式的指针板 好吧 那门呢 就跟大家去说到这吧 那么现在就来看看这辆车 钢板的情况 轩翼没有钢板 这辆车 会不会有呢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好 那么现在呢 就来看看这台车的钢板 的确呢 我们在拆轩翼的时候呢 看到后面是没有钢板 但是这辆车跟轩翼 还是有不同的 是因为这辆车是一个四六放倒的形式 而轩翼呢 是一个长的 揭晓答案的时候到了 那这辆日产的蓝鸟 拉尼亚 对 一个好听的名字 拉尼亚 它它的后排有没有钢板呢 它最后答案是 嘿 看起来 嘿 是 答案是没有的 跟轩翼是一模一样的 它它的这种制作方式啊 就是也是 就是里面的布局也都是非常非常相近的 我甚至于认为 那个 轩翼中央是不是 就是 把这个给断开一下 就可以变成一个单独的四六放倒 就是里面那些骨架什么都很相近啊 咱们还说钢板啊 钢板的这辆车是没有的 这边 呃 四的位置也没有 六的位置那边也没有 并且 中央的座椅是没有头枕的 这个我们在之前静态的时候跟大家去聊了 所以说这块 这辆车做的还是不达力的 好 那这块是钢板的话题 那么现在呢去看看最后那点事啊 就是钢权的数值到底是多少 我们现在呢去看一下 好 那么也是最后一项啊 就是里面那点事 那说钢权之前呢 先跟大家去分享两个东西啊 一个是材质跟大线 形容大线吧 大线呢 馋的比较密 但是看着很细啊 因为这后面呢 电器设备的确没有那么多 说说里面这个填充物吧 这真的啊 就继承了日产一贯的优良传统 那里面又是一个洗衣机啊 还有一洗衣机电冰箱的包装壳 对 就是跟之前的天类也好啊 还是轩衣也好啊 真的多少啊 就发现这个日产特别爱用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呢 是非常多的用在于包装上面的一个材料啊 当然说呢 踩起来啊 这种软硬程度呢 可能相比真的那种发泡材质和回周眠的材质呢 会差一些 但是呢 又没有那种邦邦硬啊 像踩在水泥地上的感觉一样 所以说呢 这个绝大部分小伙伴呢 就是没有那么敏感 觉得哎 反正脚不腾就行 但是实际上啊 打开一看 里面就是电冰箱洗衣机的包装壳 就是这样的啊 最后呢 还是要公布一下 呃 相应的甲醛的毒术呢 试下时候也跟大家聊了 这个味呢 里面的确不小 我觉得跟之前的轩硬呢 不少钱 那最后测完了以后呢 也是呃 得到了相信的毒术 然后我们翻阅了一下 之前的呃 轩硬呢 也基本上差不太多吧 呃 当然呢 因为这辆车呢 是一个布座椅 布座椅呢 我们就没有再测量 它的呃 座椅部分 是因为我说了 是因为只有皮座椅呢 它的呃 柔化剂里面可能 含有甲醛的可能性 会比较高一些 那最后呢 这辆车底板下面的甲醛啊 那最后呢 是0.325 那TVOC呢 读数0.305 那最后的得分呢 也是在我们的呃 公众号下面 这一期下面呢 会有一个表 也会说的比较清楚 好 那就是这辆车 最后分数的部分了 那最后呢 我们还是来总结一下 这辆车呃 呃 总分是多少 以及我们的积枫榜上面 它的排名是多少 我们现在呢 去看一下 好 那么现在呢 就来总结一下 今天这一期的得分 那我们前后门内防水梁 和甲醛的部分呢 呃 现在的满分43分的情况下 那这辆车 最后的得分是12分 没错啊 就是12分 呃 在这呢 还是要说一下 就是说我们 也是翻了一下 之前轩逸的成绩 然后呃 也是会有一些差距啊 那轩逸呢 在这块呢 它的得分是17分 可以看到 呃 首先第一点是 轩逸的头枕是 呃 齐全的 然后日蚕的蓝鸟呢 中间是缺这个头枕的 所以说呢 在这块分数是有偏差的 啊 还有一点呢 就是甲醛的部分呢 这个呢 会呃 比轩逸我们测得的 稍微高一些 所以说轩逸还是会有一些分的 而这个呢 分就会的确相对然低一些 那这块呢 就是今天这一集得分的部分啊 那这个是今天得分部分 等我说呢 就是 就是我不知道小伙伴们看不看见这个啊 就真的不争气 真的不争气 刚才呢 我们也是在呃测甲醛的时候呢 自个儿就是我们已经把车啊 七七八八都装的差不多了 说那个找二车的时候了 发现没电了 真的没电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这个机器呢 在非常呃 这个勤奋呢 在给不争气的电瓶再充电 果然被我们严重了啊 还是跟之前一样 跟小伙伴呢 也说啊 除了说灭车听歌 亮丽而行 亮丽而行 因为呢 这个说不好 下次启动就启动不了了 然后呢 记住啊 就是一个随身带的充电网呢 也是这个蓝鸟宣逸用户 必备法网 开个玩笑啊 好 那么现在呢 过来公布一下最后的成绩 那2019款东风日产蓝鸟 那它的试驾成绩呢 是55分 那它车成绩呢 换成为百分之以后呢 是40分 我们同样呢 还是按照25%和75%的成绩进行计算 那这辆车呢 最后的成绩是43分啊 它是在北汽Lite的下面 在奇瑞EQ1的上面 其实呢 说到这个43分 我们还可以找另外一个车 就是轩逸 日产的轩逸是45分 其实大家可以从 我们的这个评分表里面可以去看啊 日产呢 轩逸的拆车成绩是39分 那这辆车车成绩的是40分 是要比轩逸要高一点 当中呢 我们先刨开了 假拳这一块不说 因为假拳这一块呢 你在日常态度过程中呢 包括说你可以用一些去假拳东西呢 可以逐渐的去 让里面的假拳含量越来越低 当然还是有一些硬件的东西呢 是没有办法去弥补的 所以说 我觉得有两个点呢 跟轩逸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 轩逸的后排 头枕是完整的 它中央的座椅呢 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头枕 但是这个呢就没有了 还有一点呢 就是它的后防御量 而跟轩逸的差别的是比较大的 就是相对于这个的是有好有坏 当然说呢 具体的得分 为什么说这个车呢 会跟相差一分呢 我们呢 之前的几期里面呢 后面表情都会很清楚 大家也可以再去翻我们之前 轩逸的那种的方法呢 也是要关注一下 我们的公众号大标车 然后在下面呢 输入轩逸两个字啊 我们之前的文章也会出来 当然说呢 评分就是评分啊 就是这个东西呢 还是不吹不黑 它的东西就在那 当然说呢 也可以看到试驾成绩呢 是要比轩逸还是要低一些的啊 也是我们通过几方面的去衡量的 当然呢 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 我们的试驾呢 其实是一个黑箱状态 什么叫黑箱状态 我们在评定这个分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会参考之前任何的分数 完全都是几个人 几个开过这个车的人呢 一起去商讨 最后呢 的确就是像大家看到的啊 这也是实际存在的 是这辆车的 无论是内饰的 当然做工可能差不太多 就是它的用料啊 也好啊 包括说它其实感觉也好啊 就是差别还是会有一些的 这个呢 主要跟轩逸相比呢 是这几项差的比较多 那当然呢 还是要最后拉回来啊 说说这辆车本身 首先呢 就像我在底盘的时候呢 也跟大家坐实了 说这辆车呢 其实跟之前的蓝鸟呢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唯一啊 继承了就是蓝鸟的中文名字 连英的名字 都没有继承 那之前呢 叫Blueboard 这个叫做Lania的名字 当时呢 中文名字还是叫蓝鸟 当然说呢 从轩逸这块来说呢 它其实 我们会更认为呢 它是一个叫做年轻版的轩逸 是因为虽然说到现在为止 对于日产而言呢 轩逸呢 也是叫做神车之一啊 销量也是非常了得 每个月三四万辆 真的 这也是让很多自助品牌 这个汉颜的这个销量啊 当然呢 对于轩逸而言呢 它其实 它主要还是一些成熟的人去购买 因为 大家可以看到 这买轩逸的人呢 可能真的啊 就是一拍兜里面 兜里面真的 哥们儿没挣多少钱 当时呢 我相信专业的话呢 可能无数的 一个轩逸的车主会抽我啊 但是呢 实际情况呢 还真的就是这样的 这个车的确不贵 非常适合家用 而且就说 普通代步买菜啊 包括说它的品牌也好 制定是一个尼桑嘛 包括说它的 可好度也好 毕竟是一个日本车嘛 因为日本车相对而言啊 就是给大家的印象都是 真的不怎么坏 那就算是坏了之后呢 休息也不是那么贵的 那么一个感觉 所以呢 会赢得了很多家庭用车 轩逸继承了日产 非常好的一个传统 就是产上特别大 包括说之前的 什么奇达什么的 真的 我当时在最早时候 也是觉得 它也是神车之一 真的 车不搭 里面地儿不是搭 但是呢 德系呢 有这个德系的神车啊 就是我们之前拆的那辆 Lavida 就是新朗逸 当时呢 我们不说朗逸 然后不说雷灵什么等等 我们就说这辆车 因为它的确 就像我刚才说的 是适合了 大部分成熟的 比如说比较中庸的 或者那种家庭的 去买一个买菜车 但是呢 对于这个价格区间里面而言呢 其实日产少了一款 叫做年轻一些的车型 比如说思域 对吧 思域基本是一个主打年轻人的市场 因为它的速度比较快 操控也好 当时呢 被吹捧 简直就是遇神杀人 遇佛杀佛 之前的思域呢 我们也拆过啊 没有看小伙伴的 还是要关注一下 我们的公众号 大概说 下面输入思域啊 那的确呢 但是呢 他们又手头又没有这样的车型 当时呢 说到日产 说这个特别快的车 一大价格 GTR的也是啊 日本的国宝级的车型 虽然说都是一个日产标 但是差距还是挺大的 的确啊 它没有一个像这种价格的 运动型的车型 但是蓝鸟呢 就在2001年的时候 2001年的时候 日本就已经抛弃蓝鸟这个车型了 就是这个车型再也没有了 从地图上消失了 当然呢 后期呢 还是有一小段时间 轩逸蓝鸟 轩逸蓝鸟呢 还有一定时间的存在 当然最后呢 蓝鸟这个字就不要了 最后要的是轩逸 刚才一个也是跟小伙伴在聊的时候 也说如果那个时候 我们现在轩逸 它不叫轩逸 它叫蓝鸟 会怎么样呢 我们是打电话 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会怎么样 至少在那个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日产 无论是从中方这边来说 还是从日方那边来说呢 已经把Blueboard 蓝鸟这个名字呢 就给删除掉了 然后最后留下了轩逸 我们也是会猜想 那对于蓝鸟这个名字 其实对于中国的消费者而言 其实是一个 我不能叫做神圣 就起码说是在你的印象里面 是一个高度品牌 就像我在前上集也聊过 就是说 之前进口蓝鸟在中国的时候 哇真的 谁能够做一次蓝鸟 真的也算是 非常牛叉的事情了 也可以跟人去吹牛 讲话我做一样蓝鸟 但是呢 现在的确 就像刚才说的 日本把蓝鸟这个名字给抛弃了 所以说对于 东风日产而言 他觉得蓝鸟这个IP不能丢 为什么不能丢 是因为他继承了很多 中国小伙伴的一个 回忆的这么一东西 而且还是一个高端的回忆 所以说呢 最后啊 就是用了一个 这样相对而言 我会认为比较怪的一个车型吧 就是因为呢 还是说啊 要主打年轻版 但是呢 取一个名字 取什么名字 我在单立一个名字 太难了 因为这个是 你每一个车的名字的IP 是需要重新去推动的 对于这个推款来说 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 又继续叫轩逸运动版吗 也不太合适 我会认为也不太合适 因为轩逸本身给人带来的 就是一种特别安逸的感觉 所以说呢 最后想了半天啊 我估计啊 就是最后 嗨 蓝鸟吧 反正蓝鸟这个牌子 现在也没用的 而且蓝鸟还是给人一个高端的感觉 的确啊 就是对于蓝鸟这辆车 刚刚上市的时候 刚刚上市的时候 我想呦 蓝鸟 新蓝鸟上市了 第一个我感觉 还是高端的感觉 但是呢 至少到今天为止啊 我们从这个 拆车分数来看 就是跟轩逸是一模一样 当然呢 这个无论是名字也好 还是车型也好 这个我们事实呢 摆在这了 当然说呢 对于这个车而言呢 还是那句话 就是我会更认为 它叫一个年轻版的一个轩逸 当然说呢 日产肯定不愿意去这么想 但是我还是要告诉小伙伴们 说这辆车呢 跟轩逸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当然说这个也仅仅是日产 想跟某一些车型 想去竞争 例如说思域 但是呢 它除了样子 感觉奇怪一点 好像名字感觉高端一点 它其实呢 里面呢 依然还是一个 所谓的小老头的 还是一个 比较原原本本的 这么一个 就是开车过日 这么一感觉 就是跟运动呢 真的差别还是挺大的 比如说思域 我们可能会想 它是快 那对于这辆车呢 蓝鸟呢 我们感觉就是怪 这是这辆车 给我最多一个感觉吧 好吧 那这辆车呢 就跟大家去聊到这了 当时呢 刚才也是说了那么多啊 包括说它可能 为什么要叫蓝鸟 包括说它跟轩逸是什么关系呢 跟大家说 其实这辆车呢 对 它就是一辆轩逸 是没有法的 好 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 那我就是那个 不用看别人脸色 自己车自己做出大名画 当然也是那个 指挥说真话大名画 那我们下辆车再见 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此结束了 还是非常感谢 小伙伴们的观看 那我们在这里面的视频呢 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 会进行同步更新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下面订阅 当然呢 还要关注一下 我们的公众号大飘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